当时设计我们的最主要那个 阿努他们当时就想说 那不然我们就设计一个东西 他们可以适应将来这个地球会变实体化 的一种工具人 然后存在这个地球上面 然后帮我们挖黄金 对因为你不让我们住嘛 那我们就来挖 我们就设计这样子 当他们把肉身都先准备好的时候 因为他们一定会先做实验成功了 很容易就被把他们抓进来 他们就一次到位 全部人就一起捕捉甲特兰提示人 种族大灭绝 对 我也花很多钱 请人家翻译了不同的系列 然后其中一个最 所以我们花很多时间翻译就是克里昂的这个人类历史的资料库 那这资料库呢 它就是去说明当时克里昂跟一些外星人跟当时这个设计我们的这个最主要那个阿努 那个阿努 所以我们人类是阿努纳基设计的 最主要是他设计没有错 不是光看他一个存在体 有不同的天狼星人 就是爬虫竹人 就是他们一起来设计出我们现在的这个人类 还有这个地球 对我们来稍微聊一下这个过程 好那我们先回到说来理解阿努他是谁 为什么阿努这个人 就是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存在体 好那当时呢 因为在我们人的这个设计 更早更早更早 以人的地球年来讲可能上千万年 当时呢 整个宇宙呢 也有分不同的 行星啊 不同的 太阳系啊 那每一种生态每一个星球上面都有不同的种族 嗯 就像我们现在比如说 一些亚洲人 你是什么族 那个时候的生态大约是这样 因为 当时他们的星球是需要黄金作为一个维持动能 就像我们现在 我们在地球这里我们需要有太阳有水 嗯 就类似他们需要有黄金的能量来维系他们 星球的一个 一个动能 嗯 那个东西叫做 黄金 好 所以 这么巧 对但是因为他们的黄金快浩劫了 那个时候的外星人然后每个种族大概 可能他们寿命都有上 上千万年百万年 如果以地球人来计算的话 可是他们还是有所谓的 生跟灭 我不要讲死亡就是这个 灭这个东西在他们的存在体是存在的 那以当时 阿利隆他们的整个种族来说 大概只剩下 七八百个人 就用人数来计算的话 你知道那当时存在也有那所谓的长老啊 或是什么样的 很优秀的种族 去跟他请教问你说 那你知道有什么样的这个存在体是有这个黄金可以给我们 我们阿利隆来用的呢 当然就有一个长老 他就跟他说 亚但里斯 住的那个星球就是地球 亚但里斯能住在地球里面 但是那个地球不是像现在这样 这么实体化 就没有现在这么多这么多的物种 阿尼它是阿尼亚tti的 那ようにその与鬆走桌 白人種族 養太人其實他們是一個非常古老古老的民族 但是保有一個最原始的智慧 就是很peace的一個民族 就像原住民印天安人 就是很peace的一個種族 因為他們就來辦訪他們 跟他說他們的困難 我們種族快滅了 那你們這個裡面有黃金 對於我們這裡的確有黃金 那我們想要來 就怎麼樣可以把黃金送回去我們的母親 讓我們可以維繫我們的星球的一個壽命 就我們族人才不會死掉 那亞特蘭提斯人因為他蠻單純 就說好啊你們要拿可以啊 因為這也不是 這地球也不是完全是我們 雖然我們住在這裡 對對對 但是因為他們就發現 地球一個很特別的生態 就是它裡面有重力長 所以在這個地球上面的物種 幾乎振動結構會很不一樣 是快實體化 可是亞特蘭提斯人他們沒有說 在當時他們都是能量 因為他們也是能量 大家都是能量 只是那個實體的東西很少很少 都是能量 像我們現在有肌肉 你可以摸出來那個實體 這個都是實體化 意識就是能量 所以這樣才能合理的解釋說 為什麼會不會露體跟我們意識是分開的 是分開的 對啊先想了才會動作啊 就是它是這樣子的來 OKOK好 那所以呢 他就跟亞特蘭提斯人商量 他說可以啊 可是 他們覺得 不對啊 那個地球就是 越來越固化 那他們 要怎麼樣 適應這個固化 所以 阿尼就跟亞特蘭提斯要求說 那我們想要住進來 因為 我們之後全部搬到這裡 對 才能解決嘛 才能解決嘛 對不對 對 那亞特蘭提斯人說 欸 因為當時有一種 傳說啦 就是說一個 星球裡面是不可以住兩種 不同的種族 就比如說你這個大陸只住這種種族 蛤 那這樣是不是就以前 那時的神 以前的神獎的規定 當時啦 所以他們就認為說 你不要來住 你要用你拿去用 那你不要住進來 因為這個東西都快 固化我們也運不上去嘛 對啊 那我們就要住進來 所以意思是說 是在這個固化的裡面 有很多黃金 它拿不出去 把它沒辦法把它轉換成能量帶走 對對對 當然當時是還可以 因為我們那時候地球還沒有 完全的實體化 那為什麼地球會實體化 那為什麼地球會實體化 因為重力場 就是只有地球這個地方 只有 其他的星星們 只有地球這裡 有重力場 對 有一個核心 就是它有一個引力場 它這個引力場 會讓所有頻率都變慢 那所以 因為他們當時就 想說 那不然我們就設計一個東西 好 他們可以適應 將來這個地球會變實體化 嗯 的一種工具人 然後存在這個地球上面 然後幫我們 挖黃金 對 因為你不讓我們住 那我們就來挖 原來就是 我們就設計這樣子 然後來挖 然後幫我們 黃金送回去 對 酷 那可是黃金要怎麼送回去 好 這是當時他們 因為還沒有固體化 只是說 他們 那個idea就是想要設計一個實體化的 物種 很像我們現在 在做的事情 就是我想要做一個AI 然後幫我賺錢 每天就是做一個AI 然後幫我們解決勞動力 你幫我們狀態 我們就不用工作了 我們每天都要想一樣的事情 對 因為他們也是這樣 那時候就這樣想 就是 我要設計一個物種 一個物種 那因為當時 因為亞特人提示他們自己 他們就言真真看到 我們的地球也快實體化 可是我們還是輕飄飄到能量 啊 就上面不是我們 那 我們將來可能 我們所有東西也不能用了 那怎麼辦 所以他們也對於這個計畫 他們要設計一個 這個物種也 勃感興趣 就是 好啊 那我們也大家 他們也是興致勃勃 想要參與這個實驗 那所以他們就 開始就是 有一些計畫了 就是他們的目的 就是要挖礦 對 所以當時他們的 腦筋動的是四肢的 就只能手腳就可以挖了這樣 然後他們參考的樣板 就是像當時亞特蘭提示人 就有 也有手 亞特蘭提示人是長瘦瘦長長的 嗯 不是長得像我們這樣 那這個資料師 他們是瘦瘦長很漂亮的 類 有那種人型的樣子 就是他們 因為當時是參考 亞特蘭提示人 因為他們住在地球這裡 好 那所以 那個拼拼臭臭 就從什麼大腦 什麼什麼開始 就這樣搞 但是因為 發現這樣不行 這些肌肉你要 怎麼讓它動起來 那 就是他原本只是有手腳 可是他還是要動 他要思考 要有基因 要讓他自己去踩 對 所以他們在做實驗的時候 亞特蘭提示人 他們有進去這個身體 欸 有設計個眼睛啊 可以看到東西 因為我要怎麼看到了 就有反應 那時候呢 那個因為 天狼星人他們 很厲害 他們 那就是爬松族人 他們會變形 他們 有些基因的東西 有一些不同種種 變色龍嗎 蜴蜴啊 他們爬松族人 他們就給 亞特蘭提示人 他說你應該要有一個載體 放進去 有一個載體 就是 有一個動能 就像裡面有個磅 進去 動這個肉身 因為 Rnew自己進去嘛 那你要怎麼命令這個 東西去動 所以他們就發現說 我可能要讓這種有記憶啊 他們設計大腦的東西 讓他有一點記憶 儲存空間 對 儲存空間 它是逐步逐步完成 它不是一次就完成 就是我們是 它是不斷 就像我們在做一個產品 然後我就 這邊 我現在這個手 發現好像一隻 不行 它每天設計很多手 這樣一步一步來 這樣聽起來超合理 因為我們現在人類 就在做一樣的事情 對 以後做機器人這樣 他們就做 然後在做的過程 當然很多失敗挫折 就有各式各樣不同的人進來 然後那時候 天洋系你就跟 Rnew講說 你這個需要有一個動能 你這個動能 它才能讓肉身活動 對 所以Rnew想說 好 那這個設計 就是一定有個動能進來 就是他們希望說 我要做一個實體 永永遠遠的存在的實體 然後住在地球 我根本就不用搬黃金 我就來地球這裡 因為這個黃金遠遠不絕 然後他認為這樣子 就解決了問題 我就實體化 而且你們亞特蘭提斯 也想要實體化 因為你們到現在還沒有實體化 你們也是能量而已 然後你的地球一直實體化 你們這東西以後都不能用了 那解決的辦法 當然就是全部人都實體化 沒錯 對不對 就大家都覺得OK OK 然後就來做這個 OK好 問題來 因為天洋系人跟他建議 他是去找亞特蘭提斯說 那我就是要實體化 進來我要住在這 然後亞特蘭提斯說 不行啦 當時我們的協議好啦 就是你不能住 你就是設計一個東西 搬就好了 為什麼你要住 他說沒有 我就是一定要 一定要實體化 我一定會把這個做成功 對 然後但是因為亞特蘭提斯很不高興 所以說你這違反我們當時的協議 他就拒絕他們 就讓他們馬上離開地球這裡 連那個研究都不用做了 這樣離開 對 對 然後那時候 阿尼就怒了 蛤?我這麼聰明 我已經設計得差不多 你竟然叫我 對啊 可是這也沒有對錯 因為阿尼卡可能就認為這個是對的 他覺得你沒有要救我種族的人 對 懂明白 但是亞特蘭提斯說 那你就說好啊 因為他也很單純 就講好了 就不要這樣 而且他們就怕說 聽說 因為那時候的一個傳說 如果一個星球裡面住了兩個種族 他們就會結合在一起 那因為他們害怕 到底會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他們想說不要那麼複雜好了 就叫阿尼他們離開 可是呢 阿尼就起了懈念了 我一定會回來 我一定會回來 一定會實體化的回來 地球這裡 這是屬於我的 因為環境就是我的 他已經突然走到那邊去了 對 他就是那個權力就是我要回來 難怪人類這麼喜歡黃金 你看以前的帝王都是用黃金 因為他就是黃金 所以他就起了懈念說 好那我 我一定會成功 我一定會設計完成 所以 當時他們是表面上 騙了亞特蘭提斯人 所以他們搬走了 他們另外設計 另外一個平行空間 在那邊做實驗 當時就很多不同的種族 一直過來幫忙 為什麼 因為阿尼也跟他們 就是丟出一個 你看我已經做快成功 我們要實體化 我們會 永恆的存在 因為當時每一個星系 都有生命的問題 但是 這件事情聽起來 做出實體化就可以永恆嗎 他們對於實體的東西 就是 他們認為那個是一個真真實 就是存在 你知道嗎 對他們來講 所以他們當時就有不同的種族進來 比如說 火星人 爬中人 爬中人 或是天亮星人 就是 爬中族人專門就設計 各式各樣的大自然 不同的物種 然後天亮星人 專門在做 系統化的東西 就是說 那怎麼讓你的身體 有系統化 記住這個是危險的 記住這個遠 這個近 什麼意思啊 反射動作這些的 就是這個思考的東西 好全部是 那個天亮星人來幫忙 這樣子 就是他們各式其實 因為 阿尼也跟他們講一個 就是好 這是我們的計畫 然後呢 我們都 將成為他們 崇拜的人 我們掌控他們 所以這些人的 慾望就被 全部被挑起來 大家就 所以那個 馬杜格 恩奇那些 那些不同的 萬星種族的一些 科學家們 就進來做這個事 這個概念 有一點像是說 我在這邊做了一款 地球遊戲 地球電動遊戲 然後 但是我們是設計人 所以我找了這些人來說 我們可以當GM 就是我們可以當裡面 裝備最好 我們可以最有錢 其他那些就是一般玩家 亞特蘭提斯人 都會被我們洗成一般玩家 對 那 懂意思 所以那時候呢 天亮星人就說 亞特蘭提斯人 他們不肯讓我們坐在這裡 對啊 誰會答應啊 就不要管他 你就佔領他們 佔領他們 所以這個一佔領 然後那個 阿妞他起了一個邪念說 對啊 黃金就是我的啊 黃金一定是為我誕生在這裡 對不對 所以當然 這地球是我的啊 所以他就起了那個 想要統治 他把他們全部 納為我的奴隸 所以當時他們設計了 就是從身體啊 開始設計啊 然後發現人的身體很快 會死掉 因為他們需要有吃東西 這個肉體他需要吃東西 所以當時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恐龍事跡的確是存在的 那種設計的物種 就是 你的內裡只要一隻恐龍 可以養很多很多人吧 對不對 對耶 是 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所以那個時候人是吃恐龍肉 當然就是那個時期 曾經有恐龍的時代存在過 不過那個過程都很久很久很久 幾百萬年 上千萬年這樣子 不是我們現在 這短短的一萬年的歷史 就更早更早之前 但是過程裡面有一失敗 失敗失敗 所以他們也曾經有那個大洪水 就是把他的失敗作品 全部毀掉那樣子 這樣就通了嗎 是 好 那我們先再看就是 當他們決心 就是決定要自己設計這個 實體化的人 這個載具 這個叫載具 就是 那時候還不叫人類啦 就是一個載具 工具人 會走啊 會自動 所以一切都可以自動化 有思想 然後也可以有反應 可以挖東西 可以自己蓋房子 可以自己蓋房子 通通通可以自己來 那經驗過很多很多過程 所以那過程後來 就是克里昂就進來 就幫助他們把 這個能量怎麼引導到有個記憶 所以他把那個磁的東西 放進來就是 磁場 對磁場 所以克里昂就是做了 我們專門負責吃藏的 等於是我們這個肉體 他是像 一開始模仿亞太蘭提斯人的構造 然後開始優化 加入 他們設計的 天良心的 對 大家分頭幫忙 有的人就是設計 那人要吃東西 他們設計很多不同的物種 讓人類可以吃東西 所以我們地球的東西 不是一開始就有的 是慢慢慢慢 他們設計出來的 原來是這樣 這樣聽起來就合理得多了 對啊 很合理啊 所以並不像我們想像的是 你是怎麼演化演化演化 沒有 這是斷層的 很多東西都是斷層的 不是真的我們 我不相信 有 就算是猴子也是猴子這樣實驗過來 就是換兩三次這樣 那個是一個失敗的作品 如果照基金會講 他是一個失敗的人類作品 所以當時呢 已經有一個另外獨立的一個 真空的地方來做實驗 平行的一個空間 但是 是瞞著亞特蘭提斯人 讓他們知道 當他們實驗就是 逐步逐步快完成的時候呢 他們發現說 那個動力能 因為 總不能讓 因為他真的變成一個屍體的人吧 那天上天說 欸 這個動力 把亞特蘭提斯人抓進來啊 他們來弄 那你就是神啦 對 他們就是你的玩物啦 哇 你不用親自 你不用親自 穿上人的載具 你不用 不需要 對 對 你就是 支配這些載具就好 對 把他們都洗進去綁住 然後支配他們就好 好 酷 那現在重點來了 剛開始他們試的時候就是 你進去以後 你也可以走出來 你進去可以走出來 你不會被綁死的 你就是可以自由這樣抽離 對 那New幹嘛不要這樣就好 可是不行啊 因為這樣子的話 那 他就不會一直想要幫你挖荒 他不會乖乖想要進來啊 好壞喔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所以他們想說那一定有方法 所以呢 他們就要設計一個綁定的系統 就你不能跳脫 那你要怎麼不能跳脫 健保 你就是 你肉身死了 你也跟著死 然後你就放了一個空間 然後把你的記憶都洗掉 很壞耶 所以你只是一個 一個動能之後 會有你 我看到眼睛 但是你的思想不是你的思想 不是你原來外父母的思想 對啊 就是沒有記憶啊 沒有人知道我自己原本是什麼啊 這怎麼不合理啊 對啊 那怎麼解釋會有我 就沒辦法解釋啊 不是 我是下載這個前世是某某某的小孩 然後你有什麼故事 用了這個東西 然後你就跟著身體一起活動 這樣就好了 你就開始在這個社會裡面 挖金子 所以當時他們 這整一切幾乎都快完成的時候 他們發現不行啊 如果讓他醒過來 他可以自己走出來 他不要用這個肉身 這樣不行 所以他們用了一個操控的方法 到最後呢 當時他們還在做實驗 然後那個黃金呢 就是 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動力了 因為後面的那個計畫太重要了 誰 cares黃金啊 反正我就是要在這邊住下來 我就十幾以後 我就住下來 管你什麼黃金 我不需要黃金了 因為黃金是為了救我的星球 我現在只要奴役你們就好了 對我只要來這裡 然後我可以試計畫 走偏了 這個人真的走太偏了 他們也怕亞特安提斯人 萬一脫逃怎麼辦 所以火星星就給他建議就是 那我們抓更多更多的種族人過來 連亞特安提斯人 其他人都給他抓下去 對 所以我看那個紀錄是 他們的設計 比如說亞特安提斯人 如果說只有 要是百羊 架 Provost 有1萬個好了 對 你要怎麼樣 讓他數量變多 對 那你要設計很多肉身 對 好 然後他們先 設計就怎麼綁定 當他們把肉身 都先準備好的時候 因為他們一定會先做實驗 成功的 很容易就被他們抓進來 他們就一次到位 全部人就一起捕捉亞特蘭提斯人 種族大滅絕 對 所以當時大概有一些人逃跑 那他跑去哪裡 那後來我看那個資料是說 亞特蘭提斯人 因為他們本身就是一個能量體 他們跟水 因為當時整個地球的一個結構的表現是水 所以他們融入到水裡面了 懂的意思 是 他們到水裡面去了 所以亞特蘭提斯是水行俠的這個概念 是完整整的 我們到水裡面去了 他們有做很多的探測 所以他們因為也怕 亞特蘭提斯逃走人去別的星球 讓別的星球知道他們在幹這場壞事 所以他們就覺得 不可以 我們一定要把所有的種族都捕捉 來到我自己的這裡 那你們都將為我所用 那我就是最偉大的創造者 我就是造物主 我就是你們的神 搞很多事情 反正就隨我搞啦 每一個宗教都是我在handle的 你們都是我的 你們都是我的 喔 原來就是這樣子 對 因為你說那個女生她有那個影片嘛 對不對 這個我也會把她share影片 因為內容真的太多了 真的需要花一些時間看完 酷 那邪靈以前有 現在還有嗎 今天我們到了